设计素食养生怀食料理也是一门艺术 这里的料理可以让你一口诗意送进春夏秋冬四季 在这一间充满禅风设计的餐厅里 将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尚饗宴 今天因为设计的单元我们访问到的是 御膳阁的潘海平潘总厅里 潘总您你好 是 您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您的餐厅 是一项以养生素食为主 而且推出了御膳房宫廷式的素食养生料理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您的经营理念 我们诉求健康养生 把素食做成日式的一个怀食 法式的一个摆盘 在当年的食材里面 全手工制作的一个料理 色香味 身心灵都能够得到非常放松跟提升的一个饱宴 你刚刚提到的法式的摆盘 所以你们也特别注重这种美学的一种概念 是 在我们的理念里面 我希望把素食做得更加的一些精致 它的费工的时间 比如说混食的要费工到五倍以上 五倍以上 真的不是很料理的团队非常战战兢兢的不断的研发 而且我觉得他们刀工的好厉害 所以在摆盘跟视觉上面 我们比较接近法式跟日式 但是吃素来讲对很多人都觉得 在素食比较清淡的 比较太油或者是太淡 在入口的一个口味上面 我们用最有人情的中式台湾口味 那您觉得你们的这个菜色当中 哪一道是你们特别要招牌介绍给大家的吗 这一道的胡植猴排 它是用新鲜的整颗的猴头菇 整颗猴头菇 我们看起来好像牛排 但是它整颗猴头菇是做的 它是在猴头菇的一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它必须要很细腻的 因为在菇类里面它本身会有一个苦苦的一个色色的味道 当然在处理的时候 在煎的过程里面也非常重要 很多客人都非常的错愕 完全没有迟疑快菇的口感 而且真的就是百分百的 非常有嚼劲的牛排的口感 像自己的流淋仙境 它呈现出来的就是有点发誓的摆盘 它这个功就是像日本料理那么细腻的 而且在每一个食材里面 我们是看不到半层亭跟塑料的 全部都是当链新鲜的食材 开始我们看到树干被 这个菇鱼心有什么做的吗 它是用那个蒟蒻跟西瓜去做的 我刚才想到原来它是蒟蒻跟西瓜 非常的真实 好像鲑鱼喔 但它的口感可能也接近吗 对 它的口感 然后搭配我们全水光系母的芥末 进去品尝的时候 非常的有它独到的一个味道 而且我知道这个陈董长的你们已经开了 包括了这个台北店 台中店和高雄店对不对 三家店它的装潢的设计是不是也都比较相同呢 在三家店的一个设计上都有一个区隔 我们创业起步是在台北 台中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旗舰店 它是用欧式的装潢 对 那在台北来讲我们是走比较朴实 比较温暖 整个设计上面多带一点残缝 那让我们在忙碌的都市里面 来到这样的一个料理 可以享受到一分临近 一分心灵上面的一个提升 对 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食材本身 是这么的养生 比你们食材的初处也非常的考究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一则广告叫 当你拥有了全世界的财富 你失去了健康 什么意义都没有 它在这样的一个理念里面 除了养生以外 更注重的是生命 心灵 灵性的一个提升 来到这儿 请怀着一颗愉悦的心情 感受着经由主厨 用心料理的天然食材 品尝一道道美味的素食养生料理 让你的身心在这一份饗宴中 享受着视觉与味觉 双重的欢喜及满足